这么多年张一龙也在不断地考察国内外市场 去尝试去提升 经过18载春秋 张一龙的灯更加国际化了 沈阳人的审美也变化了 因为我们沈阳的这个审美有没有变化 变化挺大的 原来像东北人都喜欢这种高大的这种灯 就是很豪华很气派 很气派 现在呢 现在就是大伙到你这来选灯 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变化 它是喜欢那种精緻一点 像这种灯家流感性比较强一点的 它灯家喜欢 像我们能够在沈阳18年 这么审当的发展 主要是靠的就是一个 我们市场那种保姆式的服务 这是在全国灯机市场来说是受伤的 刚来的时候 又办什么营业制造了 所有灯机了 所以这一块 当一家全有事的负责给我们当一家办理 是我们更加安心于在这边 过年回去 回老家的话需要一个礼拜不习惯 这是跟以前是最大的区别 沈阳已经成了我第二故乡了 我是灯具精修商张艺龙 我在沈阳 我爱住